HELLO 大家好 我是冰的 這次來一期2024年個人比較感興趣的遊戲名單 事先說這邊只限於未上線的 所以像是白金回廊、夜鴉、FF717之類的 已經在其他地區上線的證明就不列入了 但今年比較可惜的是一輪看下來 還是沒有像是當初1999那種PVE出 就讓我覺得很驚艷的作品 希望之後有什麼黑馬橫空殺出吧 另外有幾款遊戲會在本月的台北國際電玩展展出 如果你感興趣的話可以到收取66 那目前我個人對休閒、MAO、競技類都比較不感興趣 所以介紹的都是偏單人、弱社交類為主 那第一款還是獻給來谷迷新 開發商是榮原網路去年也已經介紹過了 但等了一年後還是沒上只好再把它抓過來了 雖然玩法是個小眾題材 但比起近期上線的炎上之劍、鋼藍、尾巴前線2 個人還是更喜歡這款多一點 之劍也有做過評測 玩法策略深度只能算是一般 但美術、音樂、UI的結合都很不錯 感度也不高 如果劇情演出可以再加強一下就更好了 但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涉及歷史文物的題材改編 所以遲遲沒有獲得綁號 希望今年有望登場吧 歸隆潮、開發商是好完成 名字聽起來雖然有點陌生 但實際上他們為去家所成立 而去家他們家的作品可能很多人都不陌生 除了早前的休閒產品外 還有像是全面失控、阿瓦龍之王 或者目前台服預約中的征服之海、海盜榮耀 以及同集團點點互動開發的寒霜起士辱 這款去年推出的時候也是一個爆傳 本款遊戲為潮流國風加都市傳說的橫版動作ARPG 這類玩法在近期的手遊市場也算是稀有生物了 雖然是強調橫版戰鬥 但還是會有些3D探索做內容填充 劇情演出採用3D加Live2D的混合 但缺點也跟無情迷途一樣 在3D進化方面是偏弱像 不過整體賣相還行 但廠商過往在海外市場都是偏重MAO類 這跟二遊是存在截然不同的英明路線 所以我比較擔心在商業模式廠商會不會為了提高KPI下毒 到時候再品見品見吧 野火流民開發商是莫比烏斯 一間成立不久的小廠商 遊戲是採用上海灘風格的戰棋玩法 整體上跟的萊骨明星是有點像的類型 也同樣在劇情演出上面表現是挺貧窮的 當時一側風評並不佳 主要原因是因為世界觀雖然看似架空 但其實卻是引入了民國初期 日本西方等勢力參查其中 在劇情題材上會顯得格外敏感 容易會跟現實做聯想 導致被輿論出聲跟貼標籤 但這也是普遍中國環境見怪不怪的尿性了 有時候各種矮化貼地踏國都沒什麼問題 卻對儀式好像可能帶有一點點不利於中國的元素 跨海也將出征到底 不過回頭看很多幻皮遊戲 也是各種魔改現實 歷史人物跟神話 但卻沒有人會在意 難怪這些廠商選擇用腳做內容 只要那些聚集爛到被巫師跳過 就永遠罵不到他們 繼續光明正大利用仇恨數值來驅動用戶買單 躺著數鈔票笑那群盤子 我珍惜這些廠商選擇用腳做內容 還不如專注發展海外市場算了 至少創作還自有點 火環 月龍鷹網路開發 像素橫板動作ARPG 這款也是去年等到今年的作品了 美術風格鮮明具有極高的識別度 當時一測因為抽卡部分被玩家騷爛 還有像是戰鬥不流暢 即使不夠爽快等原因 所以在不盡人意的測試後 官方又繼續回廠休養了 也不知道後續改動會如何 台灣方面也確定將由佩宇蘇為娛樂代理 這件之前有提到過 大部分的成員都是來自錢東嘉 運動網路 他們去年底也宣布要代理2023年的年度刮遊 少女絕線2 追放 不得不說這款遊戲真的是一路讓人吃刮吃到飽啊 節奏更新之快真的是前所未見 玩與不玩都能獲得極大的滿足 公司的CEO宇宙 近日還被抓出在Steam上的帳號 對各種遊戲的封面評價被挖出來 但他講的那些缺點 又都反映在自己的遊戲上 實在讓我很難理解宇宙這個人 是不是有精神分裂 不如把遊戲快眼端上來 讓大家笑一笑吧 星月同行開發商逐星網路 現代都市傳說加2D回合制 風格取材上跟週數回戰有點像 美術在角色跟演出動畫上 肉眼可見的投入大量成本 光這點其實就可以跟1999搏一搏了 希望最終在劇情上不會讓人失望 當然商業模式上 拜託就不要再搞人心態了 絕距靈開發商米哈游 湘婷動作ARPG 他們加碼 不管是黑也好賣也罷 但端上來的品質總是能保持在最前線 而且我真的建議玩他們家的遊戲 可以無視那課金按鈕 跟鋪天蓋地的強度綁之類的 就當個墊子盆栽養即可 頂多打個月卡支持一下就好了 不過有種更純粹的動作類手遊 用戶群體跟付費力度 對比其他類型 並不算太大眾 畢竟只要上點操作的話 就會有門檻 也沒有自動掛機可以讓你無腦輕鬆玩 能不能再靠多平台的方式打通市場 就有待驗證了 去年12月剛結束二冊 我推測會在今年的暑假擋期前後開三冊 最後再調整一到兩個月就可以準備迎接公測了 就讓我們看三冊何時啟動吧 再來是儘管可能有人留言感興趣 但我目前是覺得還好 或者是剛好撇到的就放進來 雷索納斯 開發商類於網路 模擬經營家回合卡牌類型 雖然一眼看上去就是個小成本製作 在美術跟戰鬥玩法方面的表現比較一般般 那比較差異化的部分就是 玩家可以化身列車掌 各種跑商賺錢 算是在近期的童子化作品中比較特別的存在 如果之後上線的話 再去玩一輪做評測 明朝開發商庫洛 繼承戰鬥的動作表現 加上近年來熱門又被稱為陷阱題的開放事件玩法 上一次的口碑主要是倒在文案跟部分建模上 前陣子也有小規模的保密測試 聽說是有改好啦 但就不知道是真是假了 不過因為遊戲的主體設計框架 跟啟動過於高度重合了 這不只在美術動作運鏡的處理上過於相近 連商業模式也是一步一區的模仿 這也真的不算是好事 而現階段的人物設計上 我覺得反倒不如前作戰雙來得更有魅力 希望後續能再加強點 而且像我都玩了N年啟動 而戰雙跟聖空之夜 也都有佛系的加減繼續玩 所以如果不能做出更突出的優點跟區別 實際很難讓人提得起性質入坑 按照進度來看 應該今年數下檔期就可以上線了 希望不會讓眾多等待玩家失望 然後文案我寫的寫著 他們又即將開始測試了 雖然通常付費測試就是最後一測了 但也有可能再加開一次 或許他們會評估一個合適的時機上線吧 旺月 開發商失業網路 代表作雲商陳之歌 閃爍之光 遊戲為開放世界題材 其中包含了經營多支線 以及加入AI系統輔助 看起來是想做成類似GTA的多人MO產品 去年推出PV的時候就引發不小的話題 而開發團隊有不少的成員是來自酷弱 所以在戰鬥部分上多少會有些熟悉感 而就目前展示的玩法上 看上去是很豐富多元 但細看都是偏向粗暴的縫合 現階段還是需要把各類玩法再精修一番 才不會變成漾漾通漾漾閃閃的多兵型戰士 推測廠商可能是想參考去年大賺特賺的溺水寒首流的路線 就是什麼都秤一點 然後套上二次元的皮來競爭一波 雖然我並不喜歡網易 但網易的模式也並不是誰都能隨隨便便模仿的 還有那種敗口碑的黑洪路線 弄不好反倒會搞死自己 那題外話 溺水寒看上去賺錢是很賺錢啦 但實際上他投入的營銷成本也是挺高的 而且過了開服頭兩個月的熱度後 到三個月的營收其實是已經腰斬了 實際的流存跟復悔狀況並沒有想像中來得這麼穩定 如果再繼續掉下去 可能就要被自己的老產品夢幻西游打敗了 黑色信標 開發商名咒科技 因為有不少團隊也都是來自酷弱 所以我就順手關注了這一款 PB看起來表現不錯 但實際的戰鬥跟人物模型方面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雖然是主打俯視角的戰鬥模式 但其實這也不算什麼特點 而且這類目前內側中的產品還有灰燼跟夢遊 以及看起來更有邁向的諸神中英之小 所以如果不能在其他地方拿出殺手鍵的話 可能公測開始就是官服的倒數 剛剛提到的諸神中英之小 開發商是魔王圓桌 從目前釋出的PB來看 遊戲只想走暗黑系的農裝路線 但是否能提供玩法的豐富性 目前還得打個問號 很怕又只是個複製別人商業模式下的投機作品 後續觀望吧 覺曉 開發商知名旅途 一間去年成立的新公司 遊戲很明顯是帶有魂系味道的動作類型 從PB上來看基本出現已經差不多了 跟其他幾款也有拉出自己的差異內容 不過不見得能帶精的公測 暫時也不確定是不是買斷製 但就有推測啦 在中國市場上 做長線付費內容 比較容易活下來 所以廠商會怎麼選擇 我就笑而不語了 明日方舟週末地 開發商櫻角網路 詳婷加即時策略加機械的題材 那我之前紮探也有聊過 遊戲本身的玩法是偏小小眾 但我看來就是一個很粉絲向的作品 不過實際好不好玩 還是得等上手體驗 有可能不小心玩完完就看見日出了 但目前還有太多地方要調整了 我是認為今年上限的可能性並不大 藝人之下 中國國漫改編的作品 PV中戰鬥、打擊動作跟運鏡都很流暢 跟其他管動作遊戲也有明顯的區別 大致上是以體術為出發點 不過還是有些魔法色彩 當然你也可以用仙術、奇術、藝能來解讀 那開發商是魔方工作室 他們旗下目前最有名的作品就是火影忍者了 也曾經在2020年推出藝人之下的3D橫版RPG 過嘛這個遊戲後來被下架後 遊戲已經差不多量去了 而且開發商是隸屬騰訊旗下 如果其他廠商只是被投資 而指數還沒這麼高 那這件就是百分百額的形狀 完全掌握了韭菜心理學 像火影忍者 就是單純為PVP而生 跟一拳超人是差不多的商品模式 給予課金大佬花錢買數值的天堂 讓你們這些平民了百姓知道 什麼叫做錢多得贏、錢少得輸 到時候裡面出現什麼六元禮包、碎片升星 每天按表操課的養成 我都不意外了 所以在遊戲公測前 我都保持遠觀 再來就是不少人留言問過的 完美旗下的一拳超人世界 那我這邊順便一起講 女神英文錄、業務魅影 PVS之前我已經有評測過了 最近陸服也開了三冊 我也有幸抽到去玩了一下 那除了補上過場畫面以外 跟台服當時的測試並沒有差太多 也還是存在那些有點矛盾的劇情設定 但就現在有原廠兼修 所以至少有基礎的底子在 再爛也不會爛到哪裡去 但我認為它並不會有太好商業表現 B站在開設當天雖然熱度很高 但後面基本就是消聲匿跡了 而這頂著大IP倒下的遊戲 真的太多太多了 它不會是第一款 也不會是最後一款 再來就是一拳超人世界了 比起上一款來講 它就是走內容很常見的正版授權路線 有非常濃的IP套皮感 除了人物外型還算還原以外 其他地方就是各種一眼廉價 劇情架構上也沒有還原萬老師的腦洞 導致在遊玩體驗中 你只要一脫離原作框架後 它那些原創內容就會讓你顯得特別詭異 壞家以前也被這個IP坑過 所以就不會再去碰了 當然遊戲你喜歡就去玩 我是沒什麼意見了 其他像是雙升螺旋 無限大 王者榮耀世界之類 因為遊戲目前還是停留在PV畫柄的階段 所以就等至少開放一冊的時候再來考慮了 希望最後不要端出來跟什麼酒機起風之旅一樣爛就好了 至於Netmarble的七大最起源 我獨自升級等 在之前16期的雜誕中已經有聊過了 就目前以這資訊來看 這兩款被改爛的可能性還是比較大的 外加韓式泡菜雲律策略 我對這幾款真的是不太感興趣了 還是看看動漫就當作玩過了 不過反倒是對同他們家初走的Big Games 他們正在開發的破壞者解鎖世界 還比較有信心一點 雖然上一款的黑色五月草M 也有些可惜的地方 不過也展現目前團隊的技術潛力 希望是可以吸取經驗優化到這款上吧 最後一款就是Triple9 開發上是日本的小數位以及2Q Games 前者就是有跟光榮一起製作的那個名字很長的煉金攻防守游 後者的話則是不噴成員有參與過 槍彈便舖的製作 本次遊戲為跨門一體企劃 是連同動畫一起推出的3D動作RPG 從PV上目前還看不出什麼端倪 人物的動作表現上還是略顯聲音一點 希望不會只是雷聲大一點小 但差不多就這些了 如果你覺得不錯 但我們也提到了歡迎各位補充 本次就沒有太捉摸在日本或韓國的廠商了 而且韓國一些新作 已經在之前第16期的雜誌中講過不少了 對我來說的吸引力也沒這麼高 外加就是目前他們對手遊的主要開發方向 也還是大差不差的 像韓國那幾間大廠 就是偏重PVP跟社交類市場 而日本本身就是偏重單機跟主機市場 外加很多遊戲可能到時都不會推出中文版 而且說實在比起早期的百花起放 現在他們推出的作品反倒顯得保守居多 很多也都是跨媒體企劃跟休閒小品 而且那個官佛速度也是非常的快 那扣除語言障礙外 很常會碰到需要掛BPM的狀況 玩起來還非常的阿札 所以這個時候你需要射 沒有 廠商沒有來找我 那其他還有各種老生常常的技術問題 對比已經成熟的手機廠商 要投入的資金是多的多的多 外加如果品質不夠硬的情況下 標價一定也跟別人一樣或者更高 就準備被燒好燒滿吧 各種吃力不討好 願意去嘗試創新的可能就更少了 當然我也知道很多人不愛中國遊戲 討厭理由千千萬誰也管不著 不過我也挺好奇到底是要怎麼樣界定 除了有中國方製作以外 部分合作參與算不算? 中資介入呢? 那除了遊戲以外的東西 要不要一起捆綁討厭 我也不認為表面上 不給中國遊戲科技買單 就可以假裝沒事 錢總是個好東西 會留到他該去的地方 就算你把錢拿去投給美日韓廠商 人家轉頭就去跟中國廠商合作 你也攔不住阿 而且這也不光是手遊或單機券的事 不過本篇就只討論遊戲 就不過多延伸了 我們就講騰訊好了 他光部分持股 跟完全持股的外國公司 就多到不行 這都還不算間接 或者檯面下不透明的狀況 那你說資本投資 不管是大是小 大部分的目的 都一定是為了賺錢 跟獲取技術人才嘛 不然如果只是想當天使贊助商的話 何不把錢包一包丟到人家門口就好了 我這邊就隨便列舉一小部分 跟騰訊有關聯的 美國的拳頭遊戲 這知名度應該不用多說了 旗下的英雄聯盟 特戰銀豪 包含動畫奧術 日本的Video Art 這老二次元應該很熟了 維基社的母公司 去年也正式加入了騰訊的大家庭 近期的代表作為就是飛染天空 題外話 B站還拿下陸服代理 感覺要玩 芬蘭的Super Sale 靠一款出道及巔峰的部落衝突 賺了10年 雖然後期的遊戲反響都一般般 2016年的時候 騰訊花了86億美元收購 遊戲從那時候起的平均年營收 約落在5億美元 我不知道這筆買賣 對騰訊來說是虧是賺 但至少離回本還有一段路要走 韓國的Shift Up 代表作是秘密之子跟NIGI 以及未上架的PS5獨佔遊戲新任 我對這款遊戲還蠻有興趣的 上PC的時候請敲我一下 日本的角川 角川應該不用多說了吧 持有的IP多到爆表 哪一款變成正門授權都不意外 甚至包含角川旗下的子公司 FRONT SOFT 騰訊也擁有其股權 這件應該沒有人不知道吧 各種魂系啊 隻狼啊 法環 而且常常不少觀眾留言說 都玩過這些遊戲很長的時數 再來就是韓國遊戲大廠 3K2K的其中三間 Netmarble代表作《千堂二革命》 CACO代表作《奧丁審判》 Crafton代表作《PUBG》《絕地求生》 順帶提一下 Nexon是目前韓國遊戲廠商中 賺最多錢的廠商 根據近期韓國媒體報導的數據 Nexon2023年光第三季的營收利潤 就高達4202億韓元 比其他四間廠商加起來還多一倍 所以Nexon你看他被告啊被罵 口碑好像很差 實際上根本就是賺爛了 然後看到Netmarble 繼續虧到脫褲中 所以推測反映到未來推出的遊戲產品上 勢必會加大商城力度來提高收益 務必遠離他們家的遊戲 你的錢包會感謝你的 那我們接著繼續盤 知名遊戲大廠 育碧 甚至包含情侶公司 騰訊也持有49.9%的股份 雙方也合作多年了 育碧手上握的IP也不少 像刺客教條也被抓去改編了嘛 芬蘭的綠美帝娛樂代表作《心靈殺手2》 比利時的拉瑞安工作室代表作《神域》 博德之門系列 之前也被人查出持有的公司 騰訊有30%的持股 看看前面多少廠商都推出獲獎無數的作品 哪天這個TGA就要變成真正的TGA了 再來就是美國的APEC 雖然這個平台很難用吧 但它上面遊戲還是挺多的 像是熱門的多人競技遊戲Fortnite 那我網廣的說好了 APEC它擁有遊戲開發端的虛幻引擎 基於此開發遊戲最好你也不要玩 雖然大致上這個引擎是免費的 但遊戲只要大賣的話 還是得繳錢給APEC 扣除掉上面資本的大傻幣以外 像很多台灣的藝人網紅等 很多都是靠收來自中國的業配錢 跟配合腳本演出 那你是支持呢還是不支持呢 真是個big question 所以做人不要選擇性抵制 真的要極端就極端到底 做好身家調查 把祖宗18代的粉都刨乾淨 還要做好廠商未來被控股的迴旋標風險 畢竟當資本面臨生存的時候 可不是靠鄉民鍵盤支持就能活下來了 當然我講那麼多也不是要幫中國廠商洗 負面標尖貼在那裡 多少也是他們自己造的孽 這沒什麼好爭議的 這樣我自己也非常討厭 頻道上常常有各種送頭的小粉紅 不過他們比較像是溝通跟理解的問題 能交流的交流不能交流就算了 畢竟這也不只是國情上的差異問題 有時候自己身邊的朋友同事上司 都會存在代溝了 何況還隔了一條海 所以要知道在這個大資本的環境下 什麼能避免什麼不能避免 自己要有清楚的認知 並不是無腦的為反而反 而且有每個月營收拉出來一看 大部分的付費用戶看起來也並不care 好像罵歸罵也無法阻礙大量用戶轉身為韭菜 甚至在給那些搞詐騙的免洗送錢 讓他們有錢去打更多的廣告 吸引更多的韭菜 舉例來說 原進化已經無能拿下本院營收的前五 跟僱傭者傳說一起在台灣 虛好、虛滿 這些遊戲重複一樣的手法 但還是能源源不絕的騙到人上鉤 我也是各種看不懂啊 到底是台灣人太善良還是太好騙 而也說實在的 與其去反中國的戲 還不如去反抖音啊 抖音在雙平台營收排行 2021年的時候還排在近200名左右 22年的時候直接爬到第13名 去年則是來到第5名 當然這部分其他國家也是不遑多讓 但抖音不只涉及營收獲利層面 對文化入侵跟洗腦的影響 甚至遠遠大於遊戲本身啊 充滿大量可能具有誤導性的資訊來源 雖然這也不光只是抖音 現在YT、FB、IG等也有這些問題 但目前客觀的事實就是 台灣人不要說是去嗜毒了 去抵制標底殺的新聞都還在艱難的努力中了 而且光一款遊戲 願意去查背景的人 根本就是少之又少 何況是海量不知來源的短影音 所以當你在反那個反這個之前 不如先針對最重要的7吋下手吧 別為了剪芝麻丟了西瓜啊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Minder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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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